朱威佳議員 早晨 各位先生女士 我是沈慧萱醫生 我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眼科學系的臨床助理教授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 跟大家去聊一聊 讲解一下什么是日泪症和眼干症 今天的讲座主要会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就探讨一下眼泪水的秘密 它的功能、结构和如何排出 接着就会讲日泪症 最后就讲一讲眼干症 究竟泪水有什么功能呢 常见之道的 它是用来滋润眼球 保持眼睛舒适 相信大家都试过一个经历 是有些沙吹了眼 吹了眼之后会怎么样呢 就是会流眼泪水 因为眼泪水可以帮我们冲走一些脏脏的东西 还有眼泪水里面都含有酵素 其实它有些抗菌的作用 小卫人之一些功能 其实它会供应眼睛一些氧气 还有养分 还有不说不知道 原来其实它会帮我们提高眼睛的聚焦能力 还有保持一个清晰的视力 由于最后这三点就比较少些人知道的 所以接着我们看一看一段我们部门做的一个短片 我再解释一下这三点 眼睛的结构其实好似一部相机 眼球前部分有角膜和晶体 是用来将光线汇聚和聚焦的 晶体前面是红膜 也就是亚洲人的啡色眼珠 外国人的蓝色绿色眼珠那部分 红膜的中间是瞳孔 它会因应光暗放大缩小 例如控制有多少光线进入我们的眼睛 眼球的后方就是我们俗称的眼底 眼底有视膜膜 它好像迎光幕一样 影像会投射了下去 而眼球最后方的就是视神经 它好像一条电线一样 会将视膜膜的影像传送去大脑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之后 我们就会接收到和看到事物了 看完这段短片 我们就理解到其实我们眼睛最前面这部分 就是角膜 就好像相机的镜头一样 如果它要像镜头 首先这个角膜需要完全透明 而且它是身体的其中一个器官 是完全没有血管供应到的 如果没有血液供应到角膜那里 那它的样子的样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就是从泪水里来的 所以就非常重要的 而为什么泪水可以帮我们看清楚一点呢 就是好像它在镜头上面 打了一层很漂亮的垃圾一样 那令到镜头前面可以保持很光滑 很平滑 还有保护镜头 那你每一下 稍微那些泪水分布得很平均 就可以帮我们看得清楚一点了 好了 那我们讲完泪水的功能了 接着来就讲一讲泪水的结构了 那首先想在那里问一问 在座各位有没有见过 或者自己是有戴隐形眼镜的 见过的举手 对了 那隐形眼镜很薄很薄 那你们猜一下 你猜我们那层雷膜薄一点 还是隐形眼镜薄一点 对了 其实这个雷膜是比隐形眼镜更加薄的 大概是它十分之一的口度 那么薄那么薄的雷膜 其实这个构造就再有分三部分的 那由最外面我们有个油脂层 中间最厚的有个水液层 最内面那层就是个黏液层 那每一层的功用和制造都不同的 那我们先讲中间最厚那层的水液层 水液层最主要是滋润的眼球 在哪里制造的呢 就是一个泪线 那泪线是位于哪里呢 就是位于眼尾 眼球对上对开这个位置左右的 那最外面那一层的油脂层了 油脂层的作用呢 就是包在那层水液层外面 减低它和空气的接触 减少泪膜的蒸发 那让那个泪水呢 可以在眼球的表面维持得久一点 那油脂层在哪里来的呢 我们上下的眼皮都有两排的眼泪 那眼泪再进一点 其实上下都有两排的油脂线 那油脂层就在这里了 主要 那最入最入的那层的薄 就是那个黏液层了 那个黏液层有什么用呢 那大家都知道 水和油其实就不是很混合的 就是靠这个黏液层呢 就令到那个泪膜更加的稳定 那每一下斩眼的泪水和油脂 可以很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眼球表面 最主要的功劳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黏液层了 那么那个黏液层是哪里制造的呢 就是角膜表面有一些特殊的细胞 对了 就是角膜表面的细胞制造的 那么这三层的便只要有一层分布得不太够 或者三层的平衡不太够平均 那都有机会导致有眼干症或者不舒服的 那好了 我们讲完泪水的功能和它的构造 那接下来就会讲一讲泪水究竟是怎样排出去的 那最主要泪水制造呢 其实主要是眼尾部分 但是排走泪水呢 最主要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眼头的 那大家没想过那些泪水 怎样由眼尾走到眼头呢 其实就是靠斩眼 那我们每分钟大概都斩10至12次眼的 那就是一天里面都斩29,000次 但是相信都没有人想过 其实斩眼是要刻意去做的 每天都斩的了 但是其实斩眼都很微妙的 如果我们用慢镜头去看斩眼是怎样做的呢 首先我们的上眼皮呢 下眼皮其实就不动的 是主要靠上眼皮 那上眼皮就会由上而下 还有慢动作体呢 其实是由眼尾去眼头 好像拉拉链那样 就很顺理成章 把泪水就由眼尾带到眼头了 那除了这个拉拉链的作用之外呢 我们眼皮上上下下呢 都有一些横状的肌肉的 那每一下斩眼都好像有个泵 这样将泪水由眼尾带到眼头 那你说是否很微妙呢 那去到眼头那里 怎样排出呢 去到眼头之后呢 它又有再分泪小点呢 那它们泪小点上下都有的 泪小点就会变泪小管 接着它们就会汇聚 变成泪浪 到最后呢 就变成鼻泪管了 鼻泪管顾名思义就是 泪水其实最终会通到鼻子那里的 那鼻那里又会跟咽喉喉喉那里相接 所以到最后呢 那些泪水是会流到到喉咙那里的 那有时我见那些病人 有时那些病人比较担心 有时会问我 啊 医生你上次开了一些药水给我 滴完之后我的喉咙苦的 那其实呢 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就是代表呢 你的泪水的排出系统非常之畅通 就没有阻塞 那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日泪症 日泪症就是我们俗称讲流眼水 那究竟的成因是怎样呢 其实分开两大的原因 第一大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排出受到阻滞 要不就是我们的泪水分布过多 那我们先讲一讲我们的泪水分泌过多 泪水分泌过多呢 其实就很少是因为泪线自己 无端端制造过多的泪水的 其实归根究底呢 都是因为眼睛受到不同原因的刺激了 那是的 我是眼科医生在这里考考大家的眼力了 看不看到这幅图 眼睛里面受到些什么刺激 令到它流眼水呢 是的 是的 没错 你都很有潜质 就是有一条眼睛的刀目呢 就刺激了眼睛 那譬如处理这类的病人 我们可以是看看 究竟它是什么原因 会有导毛先 会不会是有些感染啊 或者眼皮的位置正不正常啊 那这条导毛的处理 我们可以定期跟它拔走它 或者用一些电 电去将毛囊 电一电 让这条生歪了的眼影猫 不要再生回来 那譬如这幅图 就比较明显一些了 你都见过眼睛红红红的那样 那看上去都很不舒服 都想象到它一定会流眼水了 那其实原因是非常非常多的 在这里都说不完 那常见一些的 包括比如感染啊 发炎啊 敏感啊 那但是这些呢 就通常都是短暂性的 还有除了流眼水之外呢 它们都会有些其他的征座 譬如如果它是感染发炎 它会红啊 痛啊 甚至乎告诉我听 看东西蒙啊 或者那些分泌物呢 不只是流眼水 可能有一些黏质的分泌物出来 那敏感的眼睛 它们也都会痕 还有病人也都可能有其他的病力 敏感的病底 比如它鼻敏感啊 皮肤敏感啊 敲喘啊 等等的 那这些就容易搞一点点啦 因为你医好了那个短暂的毛病呢 流眼水的问题呢 通常都会痕痕了 那这些就可能是结构性的问题居多啦 它在刚才看到那幅图 眼睫毛倒生啦 又或者呢 不只是眼睫毛的问题 是眼黏的问题 因为年纪大了一些肌肉啊 可能受过伤 或者松弛了 令到整个眼皮呢 就向内反 那就不是一条眼一毛 是整排眼一毛呢 都掃住了眼睛 就非常之不舒服啦 那另外医生 我们眼科医生也都会问病历啦 问一下病人有没有受过伤啊 或者用了些什么药物 可能受不了药物啊 对药物过敏啊等等呢 都会流眼水的 那说完分泌过多了 就要说它排出那里受了啦 好像我们的星盘塞住了一个坑渠 那样的水流不走 就唯有倒流出来了 那我们在这里稍微重温一下 我们刚才的排出系统是怎样的话 因为每一个关卡都要畅通无阻 那些泪水才可以很流畅地去排走的 那有我们位于眼尾位置的泪线 那制造了之后呢 就要靠我们眼皮 还有眼皮周边那些环状的肌肉去斩眼 那斩眼的功能要是很畅顺才行的了 那之后那些泪水就会带到我们眼头的泪小点 那些泪水就会带到我们眼头的泪小点 经泪小管 经泪浪 最后经鼻泪管 最后就流到鼻子那里了 那所以这一类的成因呢 就是在任何的关卡出现了问题 或者阻滞 都会令到整个流程慢了 令到我们流眼水了 那很常见的阻塞呢 就是在鼻泪管那里 那个鼻泪管可以是 真的塞了或者窄了 又或者这个塞了窄的位置呢 可以不在鼻泪管的 可以在泪小管啊 泪小点啊 甚至是在终点那里 鼻泪那里 虽然这个情况就比较少见一点的 但是都见过那些病人 比如鼻泪生蜥肉啊 甚至是生肿瘤啊 塞住了那个 那个去水位的终点了 令到那些泪水要倒流回来 那眼眠的毛病呢 比如可以是眼皮斩眼斩的 不暢顺 比如他的眼皮外反了啊 或者受了伤令到肌肉松弛了啊 令到那个泪小点的位置移歪了啊 又或者是面部神经受了伤 令到每一次眨眼都眨得不暢顺 那个泵泪水的功能呢 去受到阻滞的 那另外一个老人家 其实很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眼睫膜就着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我多说一点点 刚才我们那个短片那里都见到啦 眼睛有分眼白和眼珠那部分 其实眼白那部分 最表面最表面那层的组织呢 就叫做睫膜 那它是一层很薄很薄的组织来的 那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它就好像皮肤很紧致地 包住了整个眼球就不会有皺摺的 那但是年纪大了啊 触眼触得多啊 它就松弛了一摺一摺一摺的 那所以每一次眨眼呢 这些皺摺呢 就会令到那些泪水带去眼头 那个过程不暢顺了 那也是一个很常见的 老人家会流眼水的原因来的 那这些原因里面呢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医生通常一看 检查就会提得到的了 但其实常见一点的原因呢 主要是阻塞 这些原因居多的 而最常见呢 就是鼻泪管阻塞 那鼻泪管阻塞 就这样会有些什么症状呢 可以是流眼水 眼睛不舒服 多了很多分泌物 甚至可以红肿痛 或者影响视力模糊的 那可能再阻有些观众 那塞了流眼水 都没什么要紧而已 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都有机会变成病发症 那你想想 如果去鼻泪管 那里塞住了去不了 那全部鼻泪管 对上的泪囊 泪管那里的泪水 就会一路浸住了 那本来我们可以说 它是活水 那它就变了死水 就浸住了 如果那些细菌 留在那里滋生 就会有感染的机会了 那有时检查这些病人 我们在它泪囊的位置 轻轻一按 那眼头雷小点的位置 就有一些很稠 白白黄黄的分辨物 有气味的分辨物 就融出来了 那就是因为里面 积聚了很多 骑髒的物质 在泪囊那里 塞住了 排不走 那如果受到感染的话 就会急性泪囊染了 那这幅图就看到了 鼻哥在这里 眼头位置的地方 就是泪囊 它有红有肿 那这些病人要怎么处理呢 第一一定要靠抗生素 轻微的都可以口服地吃 如果严重一点 甚至要收入丸 去静默地打抗生素 那如果想令到病情 快点加速康复 就要在这里 割一刀 把里面的分泌物 脑子排放出来 之后慢慢慢慢等伤后 好 长远来说 都要彻底解决了问题 才可以预防它发发的 就这样的 急性累浪炎 都可以有其他病发症的 可以在眼睛附近的 软组织发炎 那医学上我们就说 这个就叫做 眼窝的蜂窝性组织炎 那这个都可以很严重的 可以严重影响视力 视神经的康复 所以都不用忽视的 这个病 老人家就非常之常见 好了 那如果这个病 流眼水来看医生 那医生会怎么样 帮他检查呢 首先我们就会做 一个眼科的 显微镜检查先 或者就算 没过去咪咪之前 都会就这样看一看 看看他斩眼的功能 斩得好不好 会不会面部的神经的问题 斩眼斩得不知道 暢顺等等 那迈到去 那个显微镜那里 就看看眼皮的组织 有没有问题 那个位置 正不正常 会不会外反 内反 那些眼阴摩正不正常 还有眼睛前部分的结构 都会看清楚 他有没有敏感 感染 或者发炎等等 那好了 那看完这些组织 我们也会反开眼皮 去看一看 那个瘤小点 那做完一个 眼科的显微镜检查 我们接下来就要检查排出系统了 那排出系统如何检查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盐水 在瘤小点的位置 打一打水 打一打水 我们就可以测试到 究竟鼻链管是否畅通了 我们就会问病人一个问题 就是问你敢不敢到喉咙有点水 有点咸咸的味道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眼头的位置 打点盐水 它是畅通的 那它就会经过全部排出系统 最终经过鼻 去到喉咙的位置 所以靠病人告诉我们 如果病人告诉我们 接下来我们的瘤小点 那这个就是 整个眼睛在这里 这个是眼头的位置 眼头眼皮那里反开一点 下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瘤小点了 那首先用这个仪器 把这个瘤小点的开口 撑大一点 接下来就用这个仪器 这个管仔就去摆进那个瘤管里面 究竟看一下它塞住了的位置 塞在哪里 那如果要做这个瘤道探通做得好 其实就要很熟悉这个眼睛的结构 还有怎么样去行走的 所以譬如一开始 那个瘤小点去到瘤小管 最初就是向下和向上打动 这样走大概两mm左右 那个管就要这样走 那接着呢 那个瘤小管就会打横走 大概8mm左右了 所以我们通了进去之后 又再顺着它的势 就再打横入多8mm这个管仔 那到最后去到瘤狼那里 它又会再打动 那今次就走成成cm左右了 所以医生也要手势很顺畅 一直跟着一些瘤水的排出系统 怎么走 那这个过程也有点不舒服的 而且也要做得小心 否则可能会伤害了这个瘤水的排出系统 那一个很常见的误会 就是有时候病人进来 上次几年之前 医生帮我通过一次的 你也帮我通一下吧 其实这个是一个检查来的 我们要看看它在哪里室去决定 如果将来做手术的话 怎样做或者用哪一个方法去好一些 它就并不是一个治疗来的 甚至在做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 又不舒服 而且始终都有可能会伤到一些排出系统 所以不是做得越多越好的 就不是说定不需要做一下通一下 它是一个检查 就并不是一个治疗来的 它不足够去帮我们 医治个鼻里观阻塞 最后一个我们会做的检查 但我相信黄医生对于这个检查 就一定熟过我很多了 通常都是眼睛的整形科医生做得多的 就是做一个鼻歌的内窥镜 这个位置呢 下幅图就会看到 我们打盐水 就会有点水走出来 我们因为盐水用了少少的荧光剂 令到它显露了出来 这个就看到它暢通一些泪水 最终经过鼻泥管流出来了 做个内窥镜除了看这样之外 我们也会看看鼻腔里面 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生长 息肉啊 肿瘤等等 而且也会看看鼻里面的空间够不够 为什么要看看鼻里面的空间够不够呢 在这里稍微买一个关子 下一幅图我再讲一讲 好了 如果这个病人真的被鼻里管阻塞了 那他问医生 医生 我要不要做手术啊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看一看 究竟是做什么手术 和手术是怎么样做的 如果他做手术呢 手术的名字就叫做 鼻腔泥囊做口术 其实就是在 鼻腔的粘膜 和泥囊 重新做一个新的通道 但泥水不需要 经这个阻塞了鼻里管 就直接流到鼻胶里面 那做法就通常分两种做法 一个就是由外面做到里面 即是说手术的开始是在鼻胶外面做的 那这个以前就是做得比较多一些 但是不好处就是 始终要在皮肤那里做一个伤口 那虽然那个伤口的垃圾 通常最后都埋得很漂亮的 但是始终都要在外面做进去 那现在常做多一些的方法呢 就是用内规镜的方法做了 所以刚才做内规镜 而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呢 到最后其实都挺视乎 那个鼻胶里面够不够空间 去给我们做这个手术 那还有要用一些特别的仪器 那还有做这个内规镜的时候呢 有时都会看一看 我们的鼻胶里面 中间有一个环格的 那有些病的环格 歪了一边 就可能找了以鼻喉科的医生 把这个歪了一个环格 先做了手术 那等空间足够了 最后才做这个 鼻胶、雷狼做口术的 那手术做的时候 因为都不舒服 一般来说都是全身麻醉 或者监察性麻醉做的 而做手术前前后后呢 都会用一些棉花条 把鼻胶、鼻孔那里塞到胀一胀 是减低做手术的时候的出血风险 那做手术有什么风险呢 除了出血之外 还有另外常见的手术风险 就是感染 因为其实附近 都有很多其他的组织 比如眼睛的 动眼睛的肌肉 或者这里有一块很薄薄的骨 骨再上了一点 就已经是我们的脑脊水液了 所以如果双到这些其他的组织 也会有手术的风险 这些都要考虑的 那好了 究竟做不做手术呢 我们要考虑究竟病人流眼水的原因 因为有时候有些病流眼水 不只是一个原因 老人家可能是同时间 又有眼睫膜皱疾 也同时间有鼻雷管阻塞 又要考虑鼻雷管阻塞 究竟对它造成什么影响 比如有些病人纯粹是觉得 不方便一点 偶然流眼水 我也是不做手术 这是一类 但是有些病人 譬如会出席公开场合 或者他上班时流眼水 被人误会他哭 带来很多尴尬误会 或者直接影响了他生活质素 都会考虑帮他做手术 另外有一大群 我们会劝他做手术的病人 就是他已经试过有病发症了 比如他刚才那张照片的急性女郎炎 或者试过眼附近的组织发炎 因为这些病发症 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 为了预防他翻法 我们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 就要做这个手术了 好了 说完老人家的鼻雷管阻塞 也轻轻说一说小朋友的鼻雷管阻塞 这些是先天性的 它的原理和老人家那个是完全不同的 老人家那个就是因为 日积月累始终年纪大了 始终都有一些轻微的创伤 有时有些发炎、感染 令到我们的鼻雷管慢慢慢慢越来越窄 但是这个先天性的鼻雷管阻塞 其实就是说小朋友一出生 生理上结构上其实还在发展着 我们刚才说过鼻雷水的排出系统 去到鼻雷管的位置 未通入鼻歌之前有一块很薄很薄的膜 通常就是差最后这一步 它未完全暢通得了 大概小朋友一出生 都有5%的小朋友已经是有 这个先天性的鼻雷管受阻了 不过不用太担心 因为好消息就是 大部分九成以上一岁之前 它自己会通回的 因为它还在发展着 这块很薄的膜 通常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它会自己通回的 但是家长可能觉得 噢,那流眼水可以让它 反正医生说大部分好回的 就不是的 我都会劝 如果你看到小朋友出生在流眼水 都应该去看医生 有三个原因 第一 可以是先天性被雷管受阻了 也有机会是其他原因的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原因 虽然是比较少见 就是先天性的青光眼 先天性的青光眼 它的眼球压力很大 令到眼睛有些刺激着它 便会流眼水 这些小朋友 因为它的眼球压力很大 令到眼睛会脏 所以它的眼珠、眼睛很大 很精灵、水汪汪 好像很可爱 但是其实这一类就要看医生去及早解决 否则有机会对视力造成永久的伤害 所以第一 医生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流眼水 第二 医生也可以有些东西去帮一帮 譬如我们会教你做鼻泥浪的按摩 鼻泥浪的按摩是什么呢? 好像我们沿着鼻浪的位置 轻轻给压力向下裂它 好像舌牙膏那样把压力向下舌 可以帮那块薄膜早点通开 但是医生会教你正确的位置 因为譬如你捏鼻是没用的 你按摩鼻骨就不会帮到的 正确的位置就是在眼头位置 对入再对落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泥浪 帮个BB轻轻地两边向下 由上向下每天去掃 第三个原因去看医生 就是医生都会教你 有些什么情况 是要再做些带个小朋友 因为一岁之前大部分会好得上 但是也有一个很小的机会 会有其他病发症的 好像感染等等 所以如果小朋友 看到他流眼水越来越严重 眼睛红 有眼胶 或者好像宝宝很猛 或者一岁之后都还没好 其实都是要回去看医生的 如果这样不幸 小朋友一岁之后都还没好 那怎么办 是否要做刚才你说的 很大型的整个鼻骨的手术 好知识就不是的 因为小朋友 他塞住了位置 只不过是一块很薄的膜 所以医生就可以用那个磁道探通 用那个管子去通一通它 或者用一个气球去打一打仗 它好像通波仔那样 通常小朋友很快就会好得上 那这些小手术 成功率都是九成以上的 到最后 原来流眼水 也有假性的流眼水 流眼水也有分真假的 那什么是假性的流眼水呢 就是其实 眼睛不是真的流眼水的 它其实本身的底是眼干 因为眼睛比头干 刺激到眼睛 刺激到眼睛一下子受不了 就突然间的泥线就反射性 一下子就会出了很多很多很多泥水 那这些病其实都挺困扰的 因为一时眼睛就很干 突然之间就流了眼水 令到它少少无所适从 但是其实这些病 就是去治疗流眼水就没用了 其实应该是去治疗它本身的眼干症 所以接下来 就带到我们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讲回眼干症了 那眼干症就非常之常见 那些文条显示都说有两三成 以及有上升的趋势 那有些什么症状呢 都有分轻微和严重的 轻微就是说 虽然有症状 但是只是有时有而已 还有大部分时间是逆转得回没事的 但是不舒服就会干劫 好像觉得有东西硬着 眼睛觉得很累 不想抹大眼 觉得眼皮很聚 很眼睡 或者对一切的刺激 都觉得很敏感的 又怕风又怕光 视力都不稳定 因为那个泥膜不稳定 那可能斩几下眼又清 但是平日就看东西好像蒙蒙糊糊 那严重的眼干症 就是说这些症状就长期存在 还有有机会对我们的视力 造成不可逆转的问题 不可逆转的伤害 那通常这些眼睛 看上去就严重很多了 眼白位置会冲血 会肿 角膜位置可能会损失 甚至发炎感染 或者一些丝状的发炎物体 就黏在角膜表面 那这些病人的视力就会差 还有如果不及早医 可能是会永久地差下去的 那另外一个刚刚提过 眼干症有的症状 就是可能会反射性地 突然之间就流很多眼水 所以流眼水 其实不说不知 都是眼干症的症状 那它有些什么成因呢 又是分回两大类 如果类水分泌得不够 或者过度去揮发得太快 那也会是眼干症了 那分泌得不够了 那年纪大了 也是一个最常见的问题 那相信大家都试过 年纪大了 皮肤开始干燥了 对吧? 我常常都要用潤枯膏 其实原因是说 是因为我们皮肤的油脂线 分泌出来的油脂不够了 那眼睛也是 小朋友就很少会叫眼干症 但是去年纪大了 那些油脂线 和泪分布得不够 那便会叫眼干 那有一小部分的病 它本身是有其他的慢性炎症 或者全身是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病 那这些病 它分泌出来的泪水不单不够 而且质素也是不同的 虽然它对都有油脂 但是油脂里面包含的 也有很多发炎的物质 所以令到眼干症会更加严重 那长期戴隐形眼镜 眼干症也会差一点 因为第一 这些病本身 隐形眼镜 都会对泪水的需求大一点 它都会吸水 还有如果长期眼睛前面 要忍受有一个隐形眼镜 其实会令到我们的眼睛敏感度降低了 那降低了 它就会造少了泪水出来 还有有些药物 譬如长期的青光眼药水的病人 或者口服药 譬如感冒药 鼻孕药 心血管药 情绪精神科的药物 都会影响我们的分泌 所以都会有机会令到眼干症 那过度揮发了 合眼合得不好 可能会问 合眼都可以合得不好的吗? 其实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例如身边有时会见一些小朋友 他们站或者坐的姿势 不是那么良好的 可能喜欢乱攻虾米 那久而久之 他们会容易出现背脊痛 颈痛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习惯 不是最正确 其实斩眼也是 有一部分斩眼的人的习惯 不是完全斩眼 他就已经再抹开了 懒斩眼 如果长期是这样的 这些病人当然会容易有眼干症 都使人很常见的原因 就是斩眼的次数减低 因为研究都看到了 如果你长期开车 或者长期对着熒光幕 你一分钟斩眼的次数 会由十几次减低 到十次以下 可能六七八次 令到眼水不能够每一次 重新分布 就会眼干 还有如果长时间 在冷气室工作 或者户外很大风 很干燥的地方 就会容易眼干 其实眼干已经发展成 一个都市病了 空气污染 空气那些原浮粒子 会令到内膜没有那么稳定 还有现在 以前可能回到办公室 对着电脑 才斩少了眼 但是现在个个都拿着智能电话 无论是坐车、逛街 都在那里 长期对着熒光幕 不眨眼 也是会容易眼干的 好了 眼干症来看医生 医生会做什么检查呢 这幅图 我们就看到 我们用了一些熒光剂 熒光剂本身是橙色的 遇到泪水 它就会变成熒光绿 你看到它很薄薄的 分布在整个眼头表面 很均匀的 其实这个病人 就是一个很健康 没有眼干症的病人 好了 做一个对比 看看下一幅图 你看到 这个熒光剂 就显示了 角膜损了的部分 其实冬天 大家都试过皮肤爆炸 这个情况也类似 不过爆炸的地方 就在角膜那里 另外这个熒光剂 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看一下 泪膜的稳定性 我们用了熒光剂 之后就会叫病人 不要眨眼 我们就看看 这个泪膜 要隔多少秒 我们数着才开始出现 这些破绽 或者裂痕 正常的一个泪膜 如果你不眨眼 十秒以上 依然是很平均的分布的 如果在十秒以下 已经看到 有些破绽 走出来了 就知道它的泪膜 不够稳定了 另外我们会做另外一个测试 就是放一些试纸 在眼皮边 挂着 这个其实就是测试 本身的病人 做泪水 可以做 製造得到多少 有哪些高危一族 例如眼光 长期大隐形眼镜 办公室一族 曾经做过激光剿士 的 因为他们会将眼角膜的神经 始终都是曾经戒断过 所以眼睛的敏感程度 也会降低这些病 也会容易一些眼光 另外小部分 有些全身是有其他的疾病 免疫病 好像红斑狼瘡之类 也会容易有眼光 其实任何年龄的男女 都有机会有的了 有年轻化的趋势 不过一般来说 都是女士居多的 那有些什么治疗方法呢 健康的饮食是很重要的 奥米加3 阿麻子油 那有哪些是很好的食物的来源 for奥米加3 譬如沙文鱼 吞拿鱼 沙甸鱼 鱼干油等等 那维他命A C E 这些抗氧化 譬如绿茶 这些研究都说是有用的 那要戒烟戒酒 这些是会令眼光更加差的 保持睡眠充足 如果那一刻眼睛真的很干 你可以眨一眨眼 或者打个哭露 都会那一刻令到的泪水稍微充裕 一些 那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 有什么小提示呢 留意个螢光幕的位置 譬如我们看书 最自然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在眼睛的水平线 十多cm下面 因为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水平线 落一点 大概30度左右 那眼睛就最舒服的了 眼皮 轻轻遮住了大部分的眼球 就减低它暴露在空气的面积 就减低泪水的揮发 那如果在办公室工作 每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真的要休息一下眼睛 要有意识去提醒自己 看一看转眼睛 眨一眨眼睛 还有留意办公室的风水 其实是说 冷气位是否吹着你 或者如果一些很干燥的 可以在桌上摆杯水等等 那眼干症有什么治疗呢 轻微的眼干症 可以用人工磊水的 人工磊水有很多种 还有药水、药膏 有些没有防腐剂 如果有些病人 是主要眼干症 最常见的症状是 早上一抹大眼那一刻 很干、很辛苦、很痛的 那就可以劝他 在临睡觉之前 用一些滋润的药膏 会滋润的眼睛 才合起来睡觉 还有热肤按摩 其实做一些眼部的运动 眼部粗 可以令到眼部的组织 血液流通一些 畅通一些 都会令到我们的 雷水分布足一些 那我自己也会 有时累了 就是做一个眼部粗 在这里教一教大家 比如眼睛 看到最高的位置 定住在这里 不要 由上面 右上角 右边 右下角 地下 左下角 左边、左上角 每个地方都定住 顺时针做几次 逆时针做几次 最后初一对手 找掌心位置 敷一敷眼 眼睛 眼睛的泪水 都会充裕一些 好了 人工泪水 在这里给大家一些提示 留意 人工泪水 究竟它有没有防腐剂 如果它是独立包装的 就没有防腐剂 因为有一部分病人 真的受不了防腐剂 可能转嘴之 药水会舒服些 而且每一次 如果我们用一瓶瓶 是有防腐剂的眼泪水 要留意它的日期 因为开了之后 一个月 就要扔掉了 如果你不按下 你什么时候开 有时可能用过了期 不是保持得很好的 药水也不出奇 而且如果有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就要留意你的眼药水 是否写着隐形眼镜 者会用的 因为它们的药水 就有一些成分 有点不同 不是一只药水也適合 隐形眼镜人使用的 好了 那说起眼药水 有两个很常见的问题 我经常遇到 第一个是 医生哪一只最好啊 眼药水 其实市面上 真的有五花百门 那么多的眼药水 有眼药水 有眼药膏 其实每个人的需要都不同 所以没有说一只眼药水是最好的 有些人觉得 那些药水太稠 令它看不清楚 有些人就验它 水太稠 不够滋 那真的要试 而且全部人工眼泪水 的成分都是大同小异的 它都是模仿我们的泪水 那成分都是 水分啊 油脂啊 电解质啊 缓冲剂啊 那要假设 那要假设 有些水型胶等等 其实 成分就真的不是差太远 不过要留意 不要用所谓的消炎药 你就这样 在药房买消炎药 它的成分 可能有 瘤固醇 可能有非瘤固醇的消炎药 可能有一些 帮你收血管 收红筋的药 那 这些长期用下去 都是 有机会有副作用的 所以 如果你自己去药房买 就买纯粹用来滋润的眼药水 就不要买有其他功用的那些了 所谓的消炎药 就是要看清楚 等医生决定的 那第二个很常见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 医生我买了些人工泥水用了 但是都是没有好度啊 那为什么啊 我怎么办 那通常原因就是 第一有机会 那个泥水真的不适合你用 你试试转一转 会不会转第二个 滋润一点啊 或者用一些没有防抚剂的 有没有帮助呢 第二个原因 可能你的眼干症 不是轻微的眼干症 就这样滋润药水 已经帮不到你了 可能要靠医生 开一些第二些的药 才可以帮到你 那这个情况 就需要去看医生 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 可能你并不是纯粹眼干症 可能因为眼睛 很多其他毛病 比如发炎 举个例 红膜炎 眼睛出现的症状 可以和眼干症很像的 干劫啊 怕光啊 黯眼啊 等等 去看医生看看 会不会是排除其他的原因 就不要自己 只是无了期地滋润 一些滋润药水 那有中度眼干症 严重一点的病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人工瘤水 可以滋密一点 另外我们有一些塞 就是可以把铝小管 或者铝小点的位置 去删拭住它 令到铝水流出量 去少一点 另外可以用一些 含有药性的药水 比如 捕捕消炎的铝固醇 或者非铝固醇的消炎药 这个 Restasis 其实就是环泡素 原本是那些 腎臟做过移植 之后 吃一些巧服药 去抗排斥作用 所以它都是 这些作用 都是消炎 令到眼睛 减低发炎 减低眼干症的症状 但是这些药 都是要医生处方 和医生去决定 看看是否用这些药 好处是 蓋过了它的坏处 所以这些 就要医生处方 才能用 这幅图 就是给你看 其中一个 塞住泥管的塞仔 其实这个 是一粒米那么大 这个的成分 是骨胶原 它通常过几个星期 就自己会溶解了 可以试试这些 短暂性的塞仔 看看你 放进去 会不会不舒服 症状会不会好了 如果是好了 才决定去不去摆 一个永久性的塞仔 永久性的 通常是直胶的 这样做的 如果是真的很严重的 眼干症病人 就有机会 要做手术了 譬如他的角膜 真的损得很紧要 损得很大 损的范围很大 很久都没有好到 可能要做一个 眼球的覆盖術 或者把眼帘合起来 去帮一帮眼皮合起来 避免眼球 过度干燥 去造成继续的伤害 又或者去做一个手术 用热力 电力 去把类管 去永久性的封闭 所以 最后在这里做个总结 日类症和眼干症 其实成因是很复杂的 而且又有个人 又有环境等等 所以如果你是持续有不舒服 或者有差了下去的迹象 都应该要找医生去 去看一看清楚 多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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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